我欢迎每日一答回答一下出门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出门说 戒指画馆的竹子叶子 接着黄 宁夏的花有 你给花耳杯说什么事呢 你竹子 你在室内 它总是差那么一丢丢的意思 它需要什么呢 需要光照 没有光照的时候呢 它就各种表现的不划算 你像我们在云南 我们为了搭那个直播间的时候 弄了一 大概有两千多块钱的竹子围了一圈 然后呢 在室内就是各种花花的黄叶丢叶 然后拿到室外 一段时间 虽说死了个两三颗 但是都长起来了 明白了吧 需要光照的 这个花有 尽量的给出光照 在室内的话 总差那么多很多的意思 你看室内很多 它们都是用一些假竹子 真竹子的话 真黄叶 真络叶 好吧 错播 要盖它这个点 你看这种发黑 然后开始黄 它就是说 欧根啊 光照不足啊 像周宝说 在阳台外边养的桂花 开始交尖了 这个呢 是缺过水 你其实桂花的胶尖 我那天开直播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 发黑的那种胶尖 然后变鹤 这种慢慢的浇过来 那种是水大 这种发黄 发褐色的这种干尖 然后往里边 那种是缺水 又或者是碱性高 一般就是这两月印啊 错播 可以适当的多浇一点水 你在阳台外面不是 它通风好 光照好 这个浇水的量 就不能跟室内一样了 好吧 盖它这个点 适当的用一点点的繁肥水 在原有的基础之上 加大一点点水量 就会好很多 如果长得实在不 我才就给它剪了 剪了以后让它重新发 下个抽宝 蓝莓叶子更加严重 该怎么办 哦 辣莓 长势不好 知道了那的 缺水 缺肥 而且还有病害 它主要原因就是 由于缺肥 引起了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就抵抗力变差 就开始得各种的一个病害了 其实梅花这个东西呢 不太建议大家室内养护 一个是牡丹 一个是梅花 一个牡丹是国花嘛 梅花嘛 它是梅兰族局中的 四君子之首嘛 它是适合在野外的 明白吧 就跟麻雀一样 不适合当宠物 盖它这个点 如果说你真的非要 在盆栽里面养 OK 那一定要给出光照 好吧 下个抽宝说 绣球慢慢的叶子枯掉 死掉 这个是晒的这位花友 这种大花绣球 不需要很强的光照 半羊的日照 就像这种光 最哇塞了 就是大树底下 好成梁是吧 你就把它种到大树底下 长得那叫一个哇塞 你像贵州啊 四川啊 广东啊 这些个地区 讲绣球也是无敌的 为啥 因为它们常年的光照 没那么强 而且很润 是吧 阴天比较多 它就长得好了 洗羊嘛 洗羊 但是呢 怕晒 懂这个事就行了 又菜又爱玩 下个抽宝说 你看这个枝子花 它是不是要改了 是的 已经要改了 具体应该是肥大或者水大 看这个状态的话是肥大烧的 救不活了 基本上是没得救了 你要真想救的话 只能中检 然后洗羹重新用树砂 或者是存颗粒给它引羹 下个抽宝 金鱼钓篮咋回去 金鱼钓篮是缺水缺肥 这位花友 它喜欢光照 金鱼钓篮是喜欢光照的 这位花友啊 然后呢 你这个是缺水缺肥啊 别的没啥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有其他养问题的抽宝 可以视频上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在一 白的抽宝